浩浩現在是兩歲四個月 她在兩歲的時候就正式確診了ASD 她超級簡陰雜食 試一下,好嗎? 不要啊? 其實她還沒試,她就是看到雜 她可能看到形狀、質感不適合她的話 她就逃避,走開,直接不吃 所以其實她吃東西的種類都超級少 要切到很小很小,她才肯吃 蔬菜的話可能她就是吃青菜、西蘭花 水果方面就是肯吃蘋果、蹄子 其他都不嘗試 如果我強迫她想嘗試的話 她當然會有抗拒 而且會推開,或者發脾氣 基本上都可以在半個小時裡面解決 但可能就要我追著來餵 我有時叫她的名字,她就未必會回應 她亦都不懂得手指指 聽指令,其實都是有時聽,有時不聽 那就比較難管教了 大概15個月的時候,她就講到第一個單字 但去到兩歲,她好像那些能力消失了 不 不是 OK,終於努力了,有嘗試了 現在說她的單字還是10個以內 她對以後社交和上學時都很難搞 她通常會拉著我的手 去到牧擠地那裡 然後就握握握握握 發她自己的語言 就跟我們表達她想要的東西 經驗自己的一個人玩 以及她比較喜歡擔天望地 她會逃避其眼神 可能別人跟他打招呼 他會這樣靈命臉 不理會別人 我以前也有帶他上Play Group 老師也有跟我回應 他跟其他小朋友好像有點不一樣 其他小朋友可以坐定 他就四處走 沒有時停的 最擔心他可不可以進入主流學校 可不可以像正常小朋友那樣上學